这个五有没有搞错 没有 搞对了 它本身就是这个五 我们历朝历代 只是为了让老百姓方便 用这个12345 这样去过节 抬头一望天 看看这个月亮的形状 你都知道是出击了 所以你还要提前做准备 上面宣传也没那么麻烦 双方大家都方便 真正这个多安五 多安就是正的意思 正五的太阳 是正中间 所以呀 在这个时候 东方的苍龙西秀 我们在夜晚可以看到 在南天星空 就是一抬头正中间 那五月又出来个五日 就一定这一天 是正中间呢 不好说 应该不是 但是这个五 也很重要 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 属福天 下着属福就是在这个更日 可现在这个每个字都有它的意义 能量所在 所以我们这个细节的这个学问 那中国人 很多的糊里糊涂的 包括我在内 但是大的方向是没有错的 理大到一行 我们还是要讲 因为现在人什么都不懂 又什么都不学 偏偏自以为是 甚至笑那些懂的人 做的事情什么都是错的 没有意义 活着就乱 早夜 那这一天呢 端午 一定是中间吗 我们的疑问 还有就是 可能盲中这一天 才是真中间 所以故而自我 去反省 纠结这个问题 因为你要数节期的话 立春就开始三阳升 那这个时候到这个 下至的时候都已经 阴升了一半了 所以我们姑且只能是 认为这个自五线 当作正中间看 那这个端午 五月 就是中间 这个 一二三四五 一共十二个 老天的这个五月 从冬至开始 十一月开始 到这个时候已经七了 所以说 这个阴历五月呢 又叫 独月 这当是后来的一些说法 但是 有它的意义所在 有道理 这个时候 一阴开始升 悟 必先服 然后重生 它都是从这个 不知觉的这个状态 开始 我们还认为 它是在天的中央 实际上 阴已经开始升 说中央 还有一个就是 九五之尊 这个时候 五日 这个 代表五遥嘛 飞龙在天 最高位 应该是最高位 这样才对 那 这个 五月叫 毒月 有什么五毒虫 这个时候 阴的东西 全部上来 不好的 什么蜈蚣啊 蜘蛛啊 说法都不一样 甚至有老鼠啊 蚕蛛壁虎什么 什么 反正各种虫 看起来特别难看的 蝎子 那这个九读日 就是五月的五六七 十五六七二十五六七 还有一个十四日是天地交代日 那我们讲不完了下节课